大家好,欢迎来到ITPulse频道 今天给大家介绍两款真正开源免费的手机投屏软件 分别针对安卓设备和苹果的iOS设备 就像大家看到的,这是我的苹果手机 这是我的小米手机 这两款软件都是开源免费的 不花钱不说,使用起来也非常顺手 启动快延迟低,画质高,功能多 实际上市场上很多投屏软件都是套壳他们 安装超级简单,也可以自己自行编译安装 安装方面的好处主要有两个 第一个好处,手机端不需要安装任何的APP 对于安卓手机来说,也不需要进行root的操作 我们只需要把软件安装在电脑端就可以了 第二个好处呢,这两款软件都是真正的跨平台产品 无论是Windows、Linux还是MacOS都可以进行安装 我演示的这个视频呢,电脑端使用的是Ubuntu 22.04 视频主要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介绍,安卓设备的投屏软件 ScreenCopy的安装和设置 以及如何使用安卓设备进行有线投屏和无线投屏 第二部分介绍苹果设备的投屏软件 UX Play的安装和设置 以及如何使用苹果的AirPlay进行无线的投屏 OK,那么我们现在开始吧 打开浏览器 访问ScreenCopy的官方网站 ScreenCopy是一款发布在GitHub上的免费开源软件 我们可以打开它最新的版本 进行下载和安装 当然来说我们也可以选择更加简单的方法 使用apt install的方式进行安装 打开终端 输入密码 安装过程非常快 不到10秒钟安装完成 接下来我们需要设置安卓手机的开发者模式 设置方法根据手机品牌和系列会有所不同 我是小米手机 给大家演示一下操作过程 点击设定 点击我的设备 点击全部参数 然后连续点击手机的系统版本号 我们就可以打开开发者选项了 具体的操作方法 还需要您根据自己的手机型号 查询如何打开开发者选项 关闭设置页面 重新打开设置页面 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看得到开发者选项了 打开开发者选项 和它下面的USB的调试功能 开发者选项和USB调试功能打开之后 我们将手机和电脑使用USB Type-C的数据线连接起来 请注意这里是数据线而不是充电线 打开终端 执行ScreenCopy 连接成功 是不是非常简单 非常快 刚才演示的是有线投屏 现在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如何使用ScreenCopy进行无线投屏 请确保手机和电脑位于同一个网络中 无论是使用公共网络还是电脑的共享网络 都可以 一共分三步 第一步 查询自己手机的IP地址 我们打开手机设置 选择局域网 选择已经连接的局域网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到我们手机的IP地址 第二步启动ScreenCopy服务 监听12356端口 我们打开终端 当然这个端口您可以任意去指定 不一定是需要12356 只要不跟系统现有的端口冲突就可以了 那么第三步 我们开始建立电脑和手机的通讯管道 管道建立成功 在终端再输入ScreenCopy开始连接手机 连接成功 到此为止 我们介绍了安卓手机是如何投屏到Ubuntu系统的全过程 包括有线和无线的方式 最后为了方便大家使用 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 如何在Ubuntu中建立ScreenCopy的快捷方式 我们打开终端 输入以下命令 开始建立快捷方式 输入密码 快捷方式的内容部分呢 大家可以参考我博客中的文章的内容 文章的链接 在视频内容的文字介绍部分 保存退出 赋予快捷方式可执行的一个权限 大家可以看得到 快捷方式呢 已经出现在我们的应用程序列表当中了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如何安装和使用UX Play 进行苹果iOS设备的一个投屏 UX Play呢 是一款发布在Github上的一个免费开源软件 我们打开浏览器 我们打开浏览器 访问UX Play的官方网站 大家可以参考官网的介绍 进行自定义的安装 也可以选择更加简单的办法 使用apt install的方式进行安装 我们打开终端 我们打开终端 输入密码 安装速度也是非常的快 大概十秒钟之内就可以完成 现在我们开始启动UX Play 启动成功 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确保苹果的设备和电脑位于同一个网络 打开苹果设备的AirPlay 发现UX Play的服务 点击连接 连接成功 我们现在就可以使用苹果设备 投屏到Ubuntu的系统了 最后我想说的是 我把今天视频的内容 写成了两份文档 大家可以在 视频内容的介绍部分 找到对应的链接 再次感谢大家